明天中選會就要公布吳欣穎的國籍審查結果 不過因為吳欣穎他就在今天 他就要飛往杜拜來參加會議 這個時機點其實也被質疑說 是不是有要避風頭的感覺 那想問一下如果中選會這個結果出來之後 這個黨部這邊會做什麼樣的因應嗎 第一 吳欣穎是代表中華民國立法院去參加COP28 也是代表台灣民眾黨 這個是早就定好的行程 沒有人要去避什麼風頭 第二個我們怎麼說大家都有疑問 那就讓中選會來說 我們說了你們大家都還是認為有問題 那就中選會查核完成 就由中選會來說 所以中選會公布之後就是公布啦 那沒有問題就是沒有問題 還需要什麼因應嗎 好 第二題想請教一下 因為最近吳欣穎他在應對媒體的方式 感覺上比較生疏一點 那珊珊這邊是不是有跟他提點一些 解救您個人的經驗來給他一些就是建議 我想每一個人到每一個領域裡面都要重新的學習 因為他這個不是他突然間不是他熟悉的領域 那我想我也是每一天都在學習 包括我以前可能對媒體也是不是那麼熟悉 然後慢慢學習跟著媒體相處 所以這本來就是每天每一個人都在學習不是嗎 中生學習 學生 護士 醫生 包括我們自己 我們每天都在學 所以這也沒有什麼好討論的 就是每一天都要去適應新的環境 中生學習 在這個時候會選擇出國 是為了要定國籍這個風頭 針對我這次出國的行程 我希望以後媒體朋友們問我事情的時候 自己會先去查證 因為這個公文其實在10月的時候 立法院的院長就發了 會是每一個黨要求一個委員 陪同代表立法院去參加COP 那我當時就是代表民眾黨去COP 那同時我這個會期也是未還委員的招委 所以就本來就在我的行程上面了 謝謝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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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你覺得是個好副手嗎 委員怎麼看 委員好像好教授 小心 小心 接過一下 接過一下 有接受裝訪 我今天是來這邊參加公益活動 你們大家請小心一點 不要受傷了 委員 是什麼 我只是說我覺得 三隊候選人的組合都非常的 其實其他兩隊的候選人組合 都是非常有競爭力的 我也希望很期待 聽看他們對台灣的解放 然後辯論的時候再見 謝謝你們 今天惠友宜也酸你喔 他說你應該很羨慕他 有這麼好的副手 你會羨慕他嗎 加油 加油 好啦好啦 這個這個 當天早上巴黎海太太接到通知 跟您之前說的 決選會選出來的 好像有點溝通上有點差 這個是這樣啦 因為他在藍白河 還沒正式破局之前 其實我們也不能就說 很確定跟人家講說 你要當副手 事實上我們之前都準備好 你想想看喔 因為他有一些要公正 那個叫外國級的國級公正 那個都要事先要準備 所以事實上我們是 我們叫Potential Candidate 可能的候選人有沒有 事實上資料都辦好了 之前就辦好了 只是說在藍白河還沒有正式破局之前 我們也不會說 你再跟人家談白河 然後你副總統都準備好 這不是很奇怪嗎 所以我們的確是到最後才通知他們 但是這些人事實上資料早就準備好了 你要不要補充 補充 補充 然後先問一下委員 委員 問一下就是說 剛才在講的時候 有一點激動嗎 就是剛剛情緒好像有點難過 唉唷 我在這裡 哈囉 哈囉 就是剛剛在講 一開始在講的時候 好像情緒有點激動有點難過 那是不是也是因為想到 過去的這個經驗 所以才要來推這個修法 這可以幫我們講一下嗎 是 如果我們就是分享一下就是說 難過的原因跟過去的一些經驗 可以幫我們具體的稍微講一下 讓大家可以更認識你這樣子 人家都覺得說他難過 你還不知道說你為什麼難過 那個是多奇怪 我大概知道啦 但是我自己這個題目就很奇怪 我覺得你這個題目就很奇怪 他就講過了 想要問一下主席 還是跟吳興隆委員有關 因為昨天在開會的時候 是不是有跟他講過 就是最近發生的聲音 有以過來人的經驗 跟他有一些說 就是有一些建議 那另外就是說 因為吳興隆他 就是也是蠻堅持做自己的 對於這個媒體的回應 其實對於媒體的回應 所以他沒有解答 所以會不會擔心 就是說這樣子引下去的話 會可能對你的選舉有影響 因為我們要等到12月5號 第一點喔 其實 政治也是個專業 就是說應對進退 你想想看 十年前的柯文哲長什麼樣子 你有沒有講過 跟現在差多少 十年前你什麼時候都看過柯文哲穿西裝 對不對 穿布鞋 我去上海雙塵問談 來穿布鞋去 最後那個大陸的官員 每一個都不在口袋 所有的穿 穿布鞋的來參加雙塵問談 但是這樣啦 這個 我到底覺得這樣啦 取一個平衡 完全不做自己 太世俗也不好 但是 所以我也是講說 政治有它世俗的裡面 也有它 理想的裡面 只是說我們常常在集中取一個平衡 那當然 這個 這個我來替吳欣言講話就是說 他畢竟喔 他的成長背景 是英國美國的 所以這種台灣的這種文化不太一樣 所以有時候 當時人家說你我找這個 我說 負福性很強啊 我會在鏡子裡面找一個人 所以應該 多元喔 開放是我們的政治裡面 所以應該 我們儘量讓這個 這個社會有不同的人 那每個人在 可以的範圍內 也讓他按照自己的生活去 方式去過活 這是我的理念啦 你要不要補充 不要 他就是 他就不是 不是 你覺得十年前的科學長什麼樣子 我還沒有在 我還只去美國留學一年而已 而不是那種長期住在美國的 那次我想請委員補充一下 就是 徐欣說 希望你可以找到平衡 那你覺得 經過這兩邊你有找到平衡嗎 還有一點就是說 因為接下來大家都很關注的 就是 副手辯論的部分 請問你會接受這個辯論的挑戰嗎 他現在有沒有再做一些加強訓言呢 當然我歡迎挑戰 非常歡迎挑戰 謝謝 找到平衡的部分 有找到平衡的話 這次的參選 對我說都是滾動性的挑戰 然後也很榮幸有機會接受民眾黨跟主席給我這個機會 所以我希望有一個尊重的學習 可以有一個尊重的學習 可以有一個尊重的學習 很好的地方 可是這幾次的政黨輪替 臺灣真的有變得更好嗎 有機會三年前參加民眾黨 當然很突然間地補 現在在主席最需要幫助的時候 給我任務當他的副手 我一定會用盡我的辦法 讓我的專業跟國際化 跟我所希望臺灣的改變 來未來這幾週 努力地跟每一個民眾來溝通 謝謝你們